特斯拉宣布,官网上所显示出的第三波降价将包括更昂贵的车型,也就是S系列车款中的大型轿车与X系列车款的大型SUV,且两款都分别降价5000美元。 至于Y系列车款方面,最受欢迎的Y系列小型SUV同样也有2000美元的降价,同时还新增一款低配版本的双电机驱动车,售价只要49,990美元。 至于三系列车款中的小型轿车,每辆则分别降价1000美元。 至于投资人最关心的第三波降价原因,产业分析师认为,从2023年1月到3月,特斯拉的全球销量只达42.29万辆。 虽然数据已经超过2022年同期,不过增幅却仍低于分析师预期的43.2万辆。 又鉴于此,特斯拉需要销售出更多车,以保持加州弗里蒙特工厂与德州奥斯汀工厂都能满负荷的运转,同时也避免利润下滑。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